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抗日的 是光绪二十一年 那一年 清廷把台湾各让给了 那一年 老夫在台湾参加了抗日军 中国人临身抗日 于此时时 可是如果我们不打的话呢 不打 就会亡国灭种 我是中国国民党的党代表 在这个古堡里面 看到我们的老长官老领导谢东民 他当年能在这边这样子奋斗 复兴台湾 我就想到我们台湾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 唤起了我们爱我们的民主 爱我们的土地 爱我们的文化 这个精神 我觉得像我这一辈 我们80后 对于这段历史 其实我们是耳熟能详 因为历史课文里面都有念 是非常写实的 也是非常写淋淋的 那其实现在90后的那些课纲什么都改了 所以他们对于这段历史其实也不清楚 这些忘本的行为 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 那我也是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台湾人都能够不忘本 然后不忘初心 要牢记我们祖先所经历的这些毕路难旅的这些辛苦的历程 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 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 绝不只亡于区区三岛窝奴之少 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 海不清 石不烂 绝不半点改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